另外我们看到它的经济动能 你看到它刚出的时候 它就同步出了公仔 真的是非常有生意头脑 公仔一起出 而且它是限量的 有种饥饿行销的感觉 另外拉动的周边商机不得了 比方说很多场景建筑取材 自山西的老建筑 稍后画面中你就会看到 网友一个一个抓出来比对 游戏中的场景跟现实中的场景 没有错就是山西 所以发售后两个小时 山西的搜寻度成长超过了10% 山西高速股票涨停 山西的游客此刻暴增了 百分之三百 一口气增加了三倍 那增加了这个对三倍 然后你看到除了这个游戏的质量 除了带动的经济效能之外 另外大家看到了中国的企图心 中国的能力 那它不是你说像华为比亚迪 很多人说这是国家 举国体制支持出来的 但这个就是一个亡影少年 他的个人梦想 在中国肥沃的这块土地当中 梦想成真 谢谢大使 对我想这个 这个就两个特点 一个就是说他的技术 他的技术非常的先进 这里面技术含量很高 第二就是他的题材 他选了中国的传统的这个 馈制人口的西游记 这个孙悟空做一个题材 那这两个完美的结合 这两个缺一不可 你第一个你技术不到位的话 你也没有用 也是白玩 第二个你这个故事的话 不是那么吸引人 有这么多深的文化含量 在里面的话 事实上它也不会引起 这么多人的兴趣了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应该算是已经这个行业 在中国大陆已经成熟了 那一个公司 一个就是说网瓶少年 他能够今天能够就是说 独自撑下来 撑了六年 把这一支这个 这个电丸做出来 那这个后面还要有一个 就是说 一个整个的一个社会结构 去支撑他 就问他就是说资金谁来 资金怎么来 那他有想法 这一百多人 不完全是什么电脑高手 那边还有文学家 对不对 还要有摄影高手 有这些什么 有这些历史考证的 这些能力的人 所以他是一个综合艺术 那我觉得就是说 应该像这样的公司 在中国大陆 应该是不少了 因为这种在 在现在的这个 电影来讲的话 将来的电影 大部分都是什么 基本上很多都是动画 当然你不能说这个网游 这个电动游戏都是动画 可是这里面有很多这种 英文叫什么 叫animation 这个在中国大陆我知道 因为我们台湾 曾经发展过这个animation 中国大陆很早就开始在鼓励这个 然后他把这个 这种技巧他运用到什么 运用到电竞里面来了 那你记得前几年大陆的时候 有一个禁令 就是年轻人不能玩手游 然后呢 你要实名登陆 然后你一天只能玩一小时 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腾讯 他所有的部门里面 他最赚钱的就是什么 就是他那个电 就是那个电子游戏里面 他当时就在腾讯任职 当时腾讯我记得里面 所有部门最赚钱的就是这个 可是当时中国大陆下了一个规定 就是说大家年轻人 第一个把这个补习班教育给收了 第二个电竞也不准玩 一个人玩一个小时 这好像就好像有点 林哲循那个禁烟的那个味道 可是呢 后来杭州亚运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时候 中国大陆已经专念观念改了 因为杭州亚运居然有个项目叫电竞 叫电竞 而且他还修了一个叫电竞管 我记得那个时候里面有个高手 中国大陆有很多这些电竞玩家高手 结果里面有个韩国的很厉害 所以这个已经他是 不但是一个生活方式 他是一个很大的产业 刚刚那个画面 刀播 刚刚那个画面 你就继续放啊 对啊 就是这个 这位负责人 这个冯先生 冯济 他接受了访问 你看他非常非常年轻的一个年轻人 那他一讲到他的这个游戏呢 他就这个眼睛发亮 其实就是一辈子热爱游戏 那他心中有一个梦想 为什么中国大陆没有一款3A游戏 他想把它做出来 那在做的过程当中 其实很多人并不看好 因为他并不是一个雄厚的一个资本家 来 有一张图表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到此刻为止 你看到 这是这个外媒的一个统计 这相关的一个统计 到现在还是名列排行榜上第一名 目前还是榜上第一名 所以我们刚刚给的所有的数字 此刻都还是浮动了 他继续还在往上标 那我们再回到刚刚那边 介大使刚刚讲得很好 就是说游戏不再是游戏 过去大家觉得 打游戏的孩子就是会影响学习 眼睛不好 脊椎不好等等 但是现在游戏的产值太惊人了 而且这个游戏中间牵扯到很多 技术问题 科学问题 很多大城市都在争取 这个成为电竞之都 你看这个山西才几天而已 不得了 山西以前旅游大家好像比较不会成为首选 现在很多网友都说 我在山西的路上 对像他这里面是石徑 取的石徑 对不对 像很多我都不知道 什么小西天 我看那个景象的时候 我都有点想去看一下 小西天 里面真的丰富的不得了 还有好几个知名的景点 他都把它放到这个游戏里面去了 所以就变成这个等于说是最好的一个 山西的这个古迹文化的一张名片 而且透过这个一天就上百万的这些 这些游戏者来看的话 将来还会累积多少游戏者 这个故事就出来了 故事出来以后 你就会对这种地方 你就会产生什么 产生兴趣 然后你就会想要去看 那当然就是说近水楼台先得月 中国的这些这些这些惦记的年轻人 他会重新去爱喜欢自己的文化 看到这个文化的价值 人有时候蛮现实的 也就是说那些老古董 一毛钱不值 你看他一毛钱一毛钱不值 对不对 那个时候说实话 旧的都不好 都把你都把你敲了弄了 现在发觉原来这个传统文化 有这么大价值 五百亿四百亿 这个还在往上走的时候 那人们对这些文化的传统的文化 包括食物跟那些 还有一些故事跟精神的话 要重新 人是很现实的 尤其是年轻人 就重新认识 你说一些这个古老的故事 他们不见得多有兴趣 但是你透过游戏 很容易就进到他们的脑海当中 今天甚至我们看到 有这个媒体记者 在这个大陆外交部记者会当中 提出了问题 那毛宁也很开心的 说希望全世界 借此认识这个中国文化 而且我觉得很多人很佩服的就是 它在里面置入的这些中国文化 都不是那种沾酱油浅叠式的 有文言文 诗词 然后每个场景的精雕细琢 不是那种敷衍了事 大快地刷过去 不是 都非常的细 所以你看网友各式各样的 一个比对图 在网上 一大堆带火了山西 那带火了大陆的这个游戏产业 所以在这个部分 全中国只要你知道 全世界打游戏的 这个年轻人有多少吗 现在全部聚焦在中国 全部聚焦在山西 还有在冯济的身上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卤绘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卤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酷拉索卤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卤绘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卤绘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